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再講一個280個 280個這個改歲 改歲第一種 副縮情的性體 就是入內宗的發生 這是政會改過 那就是別體 這是別的直別的意思 直別性 就是我們人的無性法 就是我們本身的空入內宗 就是三宗所說的本來面膜 我們人的主性法 主人王本來面膜 就是這個別體 就是如來宗發生 這樣說的 你們就知道 看我那個標題裡面 看這樣對不對 就知道了 現在我們來研究 後來顯貴來 顯貴來220個 是誰 世尊如希 如來 發生 不理煩惱中 命如來中 這樣 這樣 那麼我們這大神 了解一下 我們看歐方來解釋 這樣 那個佛道說 完整 這個完就是完角的意思 完完 我怎麼叫做完 完角 也叫做完 他說 正 那個上主別體 上主的別體 就說什麼呢 那個真心不便 即不便 即不自理 這樣 真心不便 即不自理 那 這句 我剛才補充這句話就是 那個上主別體 真心不便 即不義 那麼這個回軸 回獅 回軸 就說 Pike人 那些人那個如來中佛道索完全那個 不是著作的 不是著作就說不是收比較有 沒有收就沒有 非俗就說這樣 無數 非數就說無數 就說不是有開始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不是有開始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佛道索完全的那個 那個如來中那個相助別體 那個不便的節別理 那個眾生就是本來有 佛道索完全的那個 那個真實理 眾生本來有 這樣來就了解說 反乎有生人獨去拿 現在重要是要注意這點 那麼這個法義 所以這個法義和其他的信用 無論他什麼搞都好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說到這個問題 沒有說到這個問題 如果是要說有 大學的 書書大學的在明明 有說到這個 但是他那個會改善 含佛不清 空母主說出來 那個十種 那個內容 那個國際有明明 有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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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這樣 是我們人跟天地動一生 那個叫做如來中 有天地動一生 那個叫做天,名之未成 現在要注意聽 看今天一般的教義 這裡有這些東西嗎? 要注意這點 所以這個東西是中生由本來故意的 所以說如是 如來發生 要注意這點 因為我們今天是目標 尤其是學佛學法就是本來 根本義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開悟無生法 正無生法人 這個就是要說這個 但是在繁複 如來的發生 在繁複為 是受到煩惱所謂 什麼叫做煩惱所謂? 就是那個涅飾 在衛飾學裡面 我們不是去問這個道 如來中是清淨發生 那麼受到這個涅飾所謂呢? 什麼叫做阿奶 這樣就變不一樣 以前裡面說煩惱 是煩惱所謂 所以叫做不離煩惱中 這個本文標題 經的標題叫做不離煩惱中 但是名叫做如來中 為什麼叫做如來中? 因為種一切涅飾的關係 我們人的發生 受到一切涅飾所謂白 所以叫做如來中 所以 不可以叫做發生 不可以叫做如來中 不可以叫做發生 因為有才涅飾天白的關係 所以叫做如來中 裡面受煩惱涅飾 善惡的經濟 所謂白的 壞中 但是如來中 在陰地的主性烈煩 就是中性不變 不性不變 的這個 主本性 這句話是說這樣 如來中 在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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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叫做煩惱中 如來中 就是煩惱中 在陰地說 不離煩惱中 這就是陰地說的 陰地說的 但是這個主性 之後就說中性 不性不變的主本性 那麼這個就是 淡摩 生來 所謂的 那個淡摩生來 所謂的這個問題 我都自己說這個 這個其他的性用沒有的 要注意這點 所以如來中 雖然 還沒有性就 那個不可思議的佛法 因為性就不可思議的佛法 那個比較叫做發心 但是中性在陰地 這我們還沒有性就 還沒有性就 但是有哪個意義 如來中 中性的如來中 有哪有力氣 行喉塞 這個功德 這個意思就說 我們中性 本部 因為這個如來 體型裡面 本來就有 無量無邊 那個叫做 萬得重嚴的行善功德 就是我們人的主本體喔 但是 不過就要變成發心中 比較顯露的出來 這樣 今天是叫做煩惱中 不過我們有一天 我們大家有那個高得的圓圓 叫做發心中 那個時候就顯露 那個行善功德 這句行善是說 無量的行善 會無量功德 我們人的發心裡面 所以如來中和發心喔 本質是受傷 如來中和發心 應該是受傷 我們就跟我們說 在地和出地是意 你知道嗎 是地和出地嘛 因為 頭前就說 如來發心 這個就說 已經成就的高得 叫做如來發心 但是未成就的 但是我們 叫做 不理煩惱中 嘛 今是禮定 跟在地 這樣而已 禮定叫做發心 在地 比較叫做在地如來 就是受忘卑的意思 這個在 尤其是跟我們說的這個 有 問題是出在這裡 佛道的發心中 我們有哪有 這個就是什麼呢 不是 我們有 天地 動一力 所以叫做 天明之衛生 我們 含 天 同一條生命 就是主本性 叫做天明之衛生 那麼這個在 在大學裡面 叫做明明 叫做明極 在大學裡面 叫做明極 在我們在佛法裡面 有各種的明星 叫做烈盤 叫做切片 叫做發心 叫做如來 叫做切片 叫做切片 佛道有 我們有哪有 但是今天 在地的意思是說 我們受到這件事 謀貝 所以我們在裡面有說 太陽 很青的分 很高的分 跟它走 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中心 叫做在地如來 佛道已經 注重在清淨了 叫做出地如來 叫做發心這樣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有的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 佛大主委 這個 是說 金是禮殿 跟在地 是語 禮就是禮白的意思 這個禮叫做結 也叫做幹 也叫做煩惱 不就是處理煩惱 但是我們中心 沒有處理煩惱 所以我們中心不斷的 生死輪迴 就是那個煩惱中 有貪心去 還做煩惱 也叫做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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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煩惱 那麼這個意思是說 因為煩惱到出煩惱 青青日頭 有很重的分 跟它 雲暗 這個很重的意思 譬如說這個煩 這個太陽 讓青青粉跟它壓力 壓力 那麼太陽的這個鋼 它不能露現出來 那麼這個含著煩惱 當煩惱 在太平時 它就說 煩惱到煩惱 這樣 這個是用譬如 太陽早就暗 煩惱 開就更 佛得 佛得的太陽 就是說佛得的如來 如來中 就在青青 突然就說 當煩惱已經開開了 反覆的太陽 反覆的如來中 就是青青 真高的這個風格 所以 命如來中 因地叫做如來中 所以 我們眾生各個該有如來中 意思是一個水面這樣 就是 含靈動物 微笑的昆惱 有那種意思 有那個浮行的意思 有那各個該有浮行 我說你們就知道 各個該有浮行 要注意這點 這個就是佛得開後 說出來 但是 因地 叫做如來中 各 叫做發心 要注意這點 所以這個 各 發心得如來中 應該沒有兩種 沒有別 那麼 在素體中 叫做別體 那麼別體 這個叫做解脫 所以我現在跟主人說 我們不懂 人的說 一切的 名叫做宗教 都總是宗教 因為有佛得的告義 可以讓我們解脫 其他沒有 要注意這點 其他沒有 其他無論你素素 還是 到底經 進來的 路由 有些論述 和佛得 有相同 那麼 進來的 便沒有 提到的 究竟跟我們說 怎麼叫做解脫 所以現在這個 要注意這點 所以這個別體 就是解脫 唯有佛法 可以讓我們解脫 其他不可以讓我們解脫 但是佛法 你如果想不到 也不會解脫 要注意這點 佛法師 沒有辦法不解脫 真正正面所說 這個如來種族 如來種族 如來種族 比較說有性體 要讓我們解脫 一定要叫做 法政德的性體 第一 要有政見 政見就是 政見如來種 政見是說這樣 政見如來 政見發展 那麼這個 其他的信用沒有的 所以 不過這個 很親密 很難知道 因為這個如來種族 是政 不是知不知道 是開悟政 所以這個 含知不知道不知道 沒問題 但是這個就是 無俗性體 他以前說到 俗到無俗 所以這個 無俗性體 就是 本來有 所以 頭上這句說 非種 非死 那麼這個 無俗性體 中的別體 技術 來 我們現在 正來跟我們說 如來種的 藝術 到底它涵蓋 它相關的 這個 內容 到底有多少 我們現在就是 有這些資料 拿出來 和大家研究 這個資料 因為 一定要 我們 現在 這個 二 不能說 已經解釋 我們就趕著 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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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一定 不是這樣 當然 你自己看 一定 看不到十分 也看得到六七分 也看得到六七分 所以 這個相關的法 一定要跟大家說 這個 那麼 這個在佛經裡面 佛經 佛經裡面 有叫做 兩種的如來種 也有說 三種的如來種 也有說 五種的如來種 也有九種的如來種 比如這樣 那麼 這個相關的法 那麼 什麼叫做 這兩種的如來種 那麼 這個 這句如來 我們現在先說這句如來 就是什麼 眾生 無中萬靈 無論 優情無情 共同的一個空性理性 這個如來就是這個 那麼 這個種 就是含種的意思 就是 一切的眾生 煩惱中 有 無中 無量 無便 不可思議 這個無老 清清 那麼 這個就說 我們今天 眾生的煩惱中 就是這個 液色裡面 它裡面有 含種 清清 含種 清清 什麼意思 就說 清清 酒 來 酒 空 裡面有金 啊 清清 茶 木 裡面的生肺 所以 比較說 這樣 我們眾生的 個月 的液色 這樣 裡面有 佛性 公的 古著 萬著 這樣 所以這個叫做 如來中 這樣 但是第一 比較叫做 空如來中 第二 比較叫做 不空如來中 那麼這句 空如來中的意思 我們有時候在歐方 就是 我們人的這個 心性 就是 我們國人 的這個液色 液色叫做 心性 液色裡面的 這個特別是 這個 雖然 這個 雖然 有雖然 這個液色裡面有液 和 清淨 如果雖然裡面有 那裡有液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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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淨就是 如來中 因為 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液色 所以 比較建立 生肆 跟液色 他們的個月 就有生肆 如果 這個個月 把它 精度 然後 清淨 這樣叫做液色 因為液色的本體就是 如來中 但是 今天 中心是 隨過涼 是有生肆 但是 那些過涼 是經理了 那麼 這樣叫做液色 就不幸不幸 但是 這個 也就是 那個過涼的 東西 不是本來有的 那個 煩惱的問題 不是本來有的 也就是 不是 我們人的那個 如來中 所以 它叫做 空 如來中 那些在那裡 我們人的那個 煩惱 物量 不是本來 故障的 就是 所以它叫做 空 如來中 那麼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不空的如來中 為什麼叫做 不空 如來中 就是說 我們人的這個心性 對我們人的這個 這個 封本性 在那裡 本來是古著 無留清淨公常 那麼 這個無留清淨公常 這樣意思 就是說今天雖然受到優勞,可以夾食所沒辦法 反覆的因素就本來是夾食所沒辦法 但是我們的如來中在裡面 無得不比 就是說任何一個清淨法裡面 一切都不足 這個比較叫做不空如來中 因為裡面有三明、四明、五明、六明 所以比較叫做不空如來中 我說這樣聽到嗎? 聽到沒有 空就是以前的 就是我們人的如來中 本來就沒有一切煩惱 就是因為火天的這些問題所感的污量 這個叫做空如來中 但是不空如來中 雖然受到這些入口的污量 不過我們人的如來中 本來就有無量清淨的發心 一切說得很像這樣 這個叫做不空如來中 這樣來說,這兩種法律就了解 污量和無污量的問題 但是污量不是原始的 是因為希望的心 所作業成就的 那麼第二 我們再來看看 第二 這個所在是三種的如來中 就是王國經裡面 這個所操大敵所說出來 王國經裡面 就是說什麼? 現在這個就比較說得更年 就是財業成 怎麼說的 如來中 就是理性的如來 同意思 但是就是 因中所過 所過 所以比較叫做如來 但是中就是 含中的意思 含中 一切煩惱之法 我們人的如來中 已經受到這個毛病 善惡兩種的經濟毛病 這個叫做 裡面有含中 這個叫做一切善惡兩種的優勞經濟 這樣叫做中 這是另外一個大敵意這樣說 那麼他記得 你怎麼來 第一 第一叫做 我們學中 第二含中 第三叫做出生中 這樣 這樣有三種的意思 這個王國經書裡面說這樣 現在注意這點 注意這點 因為有中的問題 就是含中 的意思 那麼什麼叫做 我們學中 第一就是 中生 本來 古猶的這個 真如發心的這個理 在地北石裡面 受到無面煩惱 所給它溫福 不靈現 所以叫做溫福中 剛才我剛才說的 太陽 受到這個禽魂 很禽 很高的這個魂 給它暗閃掉 所以我們不能看到 在下面不能看到 但是會記得 這個禽魂 太陽在這裡 我們地球在這裡 這樣來講 禽魂是藏在這裡 你如果一個飛機 超出這個禽魂 上面就 是不是公平了 對齁 它蓋在這個禽魂 所以我們這裡 它那個禽魂 沒有出來 但是太陽不變 太陽的禽魂不變 是因為 計算 給這個 給這個禽魂 帶來 所以這裡 比較叫做溫福 但是我們那個禽魂中 不變 永遠不變 那麼 第二個意思是什麼 叫做溫靈 溫靈 溫靈 為什麼說 因為我們人的這個 第八色 它裡面有 黏和清 的 受到黏症所遺跡 黏症所遺跡 黏症所遺跡 為什麼說 譬如說 今天我們人的禽魂中 有哪有禽魂 我在禽魂中 但是禽魂中的 本體就清清 所以今天裡面 我們如果能夠 因為他們的禽魂中 一切禽魂的經濟 所以叫做 禽魂中 它有清清公平 還有千億 兩種的優勞經濟 所以叫做禽魂中 因為他本身的清清有禽魂 三明數 在五眼中 無量公益 在那裡面 也有禽魂中 就算了 含了就是 這個 善的國中問題 還有 惡的國中問題 這些是說 優勞的這個 涅飾 但是你從這個 優勞的涅飾 這個 當作 分压 那 如果是已經 清清 叫做分開 我們這個 福建裡面 說分開建管 分開建公民 意思是說 有禽魂 那麼第三 叫做出生中 為什麼叫做出生中 因為 第八色的涅飾 第八色的 又如何 它已經有清清 有涅飾 裡面 有到這個 因緣 它的分析 什麼叫做因緣分析 所以我們正在 立大成論裡面 怎麼把我們拿去 因為 佛建中原去 這個就是法華經說的 在這個 立大成論 我們說 文書修的分析 如果是跟我們 眾生 可以有好因緣 可以聽到 大生警告 大生警告 這個 文書修 修 修改定規 這樣將來 絕對會出生中 所以這個 叫做出生中 絕對會出生中 絕對會出生中 不必再受無量 以來 生死輪迴 所以這個叫做出生中 這樣聽到嗎 三種 佛祈這樣聽到嗎 現在第五 有五種的意思 來 這五種的意思是這樣 第一 如來中 第一 自生清淨中 第三 發生中 第四 叫做出生中 最上中 第五 叫做發改中 這樣 那麼這個 我就用 台下的這個 來講一下 那麼這個 五種 第一 叫做如來中 中 就是含中 這個就是真如發生的 鐵 無離開一切 這個中心的這個色和深 這個中心的色和深 這個中心的色和深 就譬如說這個色 就叫說 它的正部 和它的儀部體 儀部的環境和正部心 這個叫做 叫做 就是 就是我們人的這個如來中 來中 有含中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那個無形的經濟 那個性分 所變成的 這個外境 無形的性分 這個叫做 性 那麼這個心 就是我們人的這個 來中 無論你貪心 親人心 無視無病 就是在含中 在裡面 很難解 會不會 好解 這個難解 貪心的貪 大貪 還是小貪 無視無病 的那個內心 所起的這個問題 這都在裡面 我們知道齁 我們在裡面說 含中 到一切這個 中心的色和深 吼 不過裡面呢 也是有很多 這個圓圓的 這個清淨法 聽到不齁 雖然有含 有含中的 這個中心的色心 這個心 包括吼吻 吼吻 還有這個 一切夾性 這個色 就說 我們人的正部體 和我們 余部境 這都是 渡現出來的 這個無情的環境 和優情的 這個身體 不過呢 也是有 古俗 萬萬的 一切無勞公敵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如來中 就是有如來體性 在裡面 那麼第二 叫做主性 清淨 就說這切中心 主性 清淨 心 從無數以來 就有三地 宿敵 古俗 那麼三地 是什麼呢 就是一切地 德中地 和一切中地 我們人的如來體性 就有含中 宿敵 但是真來 這裡是叫做三地 不應該是 德中肥加一個 德中肥 一切地 一切地 和這個 和德中地 和一切中地 這樣 一般是說是宿敵 但是這個 這裡在說到三地 什麼叫做宿敵呢 就是什麼 最禄五正 真相地 和 真禄的地 和五地 和這個 正地 這樣 最禄五正 我們人的主性清淨中 含 烈 三地 宿敵 就是我平常是說的 三明 宿敵 五眼 六通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主性清淨中 含 烈 一切 公敵 那麼第三 它叫做法心中 什麼叫做法心中 就是說 性人的主性清淨發心 譬如說佛德 他已經咕咀完完 所以佛德 成為發心 但是佛德的發心 我們也有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正法治而已 所以這個主性清淨發心 裡面有咕咀無上普遍 的這個 幸福三一切公敵所遺棄 這個就是無量公敵 所以叫做法心中 但是當時我們要修 要整獨 整獨什麼 整獨要賢奧兩種的業績 這樣我們才會顯露出來 那麼就是 出世間的最最最中 為什麼叫做出世間的最最中 就是什麼 性人已經去到聖廟的公敵 但是完完無上普遍 那麼這個完完無上普遍 就是佛德本身 這樣就是三妙三普遍 所以佛德所古著 這個無上正定正角 這個就是超過二生 二生和一切菩薩 所以叫做出世間的最中 因為出世間 阿樂善和佩智佛和菩薩 可以出世間 不過在裡面 只能說出世間的最中 所以這個就是佛神的無上正定角 就是出世間的最中 意思是一個水面 那麼 第五叫做法改種 為什麼說法改種 因為法改之律 法改之律 法改之律 有為到無為 所以 他說就有 含蓋到無量的這個涅飾 以及憑殺的這個無量公敵心 所以叫做法改 含蓋一切法改 包括禄斗 有什麼叫做法改 但是 自生的第二體 有什麼叫做法改 所以這個有清淨一個方便 還有物念 含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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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物念上的一切法改 和清淨的法改 所以這個叫做法改種 這樣 這樣來應該會了解 不是說我的公主來中 這樣 事情就是 但是他後面怎麼改出來 先萬夫人有說到 不然就這個先了解 到沒這麼連鎖 都會說到這個法改 那麼來 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這個什麼 保姓倫裡面 他有九種的鼻子 這樣來就更容易了解 第一 就是威法佛心儒 威法佛心儒 第二就是鹽風順別儒 第三就是空格 境美儒 第四 這個又 第四 比較叫做本位 這個本位真金儒 那麼 第五 叫做家賓保重儒 那麼 第六 叫做安樂 內心儒 那麼 第七 叫做八 一 金儒 那麼 來 第八 叫做賓露 鬼胎儒 那麼 第八 第九 叫做焦露 祝儒 這樣 那麼這個畫面就有改遷出來 來 我們現在一條一條給他注意說一下 到底儒 來中的意思是如何說 那麼這就能夠一條一條了解 為什麼叫做什麼 叫做威法佛心儒 因為這個輪 就是這個保姓輪 裡面有一句話 叫做公的重嚴 分 住在威法中 這樣 那麼 這個意思是如何說 譬如說今天這個威法 那個威就是高威的灰 威就是高威 威法就是已經高威 就是已經煉了 這裡是還沒煉 但是這裡如果它擺 擺到後來就煉了 那個叫做威法 那個叫做威法 對什麼說呢 這個威法 就比如中心的無邊煩惱 中心的無邊煩惱 但是這個佛心 這裡裡面比較說佛心 威法佛心 佛心就是這個威來中 就是說一個中心的煩惱中 煩惱中 本來就是公的重嚴的威來體現 就是本來就是 中心在這個煩惱中 本來就是什麼呢 有這個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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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過這個佛心 就是受到無邊煩惱 淡親思所忘帝 這樣 因為淡親思是無形 殺到焉就有形 惡口 奇意 夢言 勇誓 就現了 所以我們人的佛心 是受到 探親思 無邊煩惱 所忘帝 這樣叫做威法佛心如 這樣 那麼第二 叫做嚴風 順滅 為什麼說 因為這個嚴風 那個風 就叫做噴 吧 以前是說噴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 這個嚴風 就在鼻子煩惱 那麼這個鼻 就在鼻子煮來中 因為這裡有一個順便嘛 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人如果是那個鼻加到 鼻會放裡面那個毒素出來 那個妹 鼻會放那個毒素 那麼這個主意是怎麼說呢 譬如說 那麼 放那個毒 但是人受到環境的問題 譬如說人在極境中 會生親現心 親現心 親現心生出來 會生人 對不對 不但生人 我們還是生自己 親現心生 一定生自己 又生別人 那麼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生親現心 剛才親像那個香味 定人 因為這個就是中心裡面 有無面煩惱的關係 但是因為中心無面煩惱 才會忘記我們個人的這個如來中 這樣 現在親現社會呢 親現無面的親衛 所定義 所以我們今天 會期間 我們人那個如來中 不能揭露 現在親現什麼呢 孫米的這個米 受到一些香味 尾到的 我們不能吃到那個米的米 這樣 這樣聽好嗎 這樣聽好嗎 很好吃的這個米 還是滾湯 已經卡到整個大堆 所以那個米 我們人要去吃吃不到 我們要去吃那個米 一定要把這個香味開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人如果是親現心 就要上人 我們人那個如來中 那個現露不出來 就是越枉白 越厲害 這個叫做 嚴風 順鼻子 這樣 要注意 要注意 那麼第三 叫做空閣 經美如 這個空閣 是什麼呢 空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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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粗痕的意思 空閣 就是粗痕 我們人的煩惱 那麼這個粗痕就是 比如我們人的煩惱 無名 但是這個境美 就譬如什麼 如來中 因為境美呢 譬如說 我們人 那個粗痕跟米 米 米放在粗痕裡面 我們要去吃那個米 吃不到 粗痕有幾顆米 我們要去吃那個米 吃不到 做什麼呢 中心的這個無名的煩惱 裡面有 我們種如來中 我們種就是這個如來中 親像那個 很好的米 放在那個粗痕裡面 這樣我們要把米 賣掉 所以叫做什麼呢 國室在各種無人靈受用的意思 其實這第三條就說 這個 保性論裡面說 國室在各種無人靈受用 要怎麼用 整個粗痕裡面有一些米 看你要怎麼去吃 那麼第二條 那個鹽風的順味 如那條 他指說 這樣 保性論裡面說 上廟米的米 受到滾風 為了 我們吃不到 它是米 不過整個香 都卡在那個香 小鈴 我們吃不到 那麼這個第五 叫做 憑家保種如 怎麼叫憑家保種如 這個憑家 就叫鼻如 我們 大家 我們種星 我們種星裡面 每一個種星都有入來中 就是說 一個種星無面 煩惱中 有入來中 親像 憑戈的人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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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針報 藏著了 藏著了 雖然 這個憑戈的人 他出來有針報 不過 他 看不到 我們種星就是 鼻如 憑戈的種星 不過 我們裡面有一個 針報的入來中 那個 就是說 我們人 受到無面 煩惱所謂 所以我們那個入來中 那個針報入來中 魔女 報主 所以這個保性論裡面 說 鼻如 憑人 嚇 地有針報中 憑戈的櫥裡面 那個地下 有那個針報 針報很多 不過這個 憑戈的人 他就不知道 所以他不可以撿到 我們來做一個比例 譬如說 以前有那個原規 他賺很多錢 現在他 都放在那個 房子裡面 都黑 黑地去 把暗起來 黑地暗起來 因為他怕 踩上去 所以 帶很多金條 或者說這個 主婦 帶很多 不過他到那個 翁姓 可是他這個 兒子沒有那個 房子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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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暗落落心乳 这个暗落是什么?就是暗落架 暗落花、暗落架 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架 它的暗落架 火里面的架 那个架是架心 架心里面的精致 但是架心里面是比如这样 这个架 就是比如烦恼忘卸 但是心 这个架心里面 就是说如来众的普体经济 但是如来众的普体经济 受到这个众生烦恼忘卸 所改忘卸 所以我们这个普体经济 不能生存 意思就是说这样 所以含 所以情有什么? 这个架心就是说 种种高求 主要不求 你还是说 对,不求 所以トミー 不求 这样 如果钦 不断 但是钦 不断 后来的了 未来可以生ical 封灰结果 如果 Mmm 我还好 那個劇就是那個理 那個會生長 但是那個永遠就不會失去 對,我們人的婆婆政治永遠不會失去 但是一種可以開無量的發覺出來 那麼第七叫做什麼? 第一金相儒 怎麼叫做第一呢? 第一就是拍衣的意思 蠟燒衣拍衣 那麼這蠟燒衣跟拍衣 就是親一下 這句話的鼻子就是親一下什麼? 這個靈慶經裡面說 如蠟燒衣故意縮電 如蠟燒衣 蠟燒衣被彈掉 那麼這句話是說 因為這個故意就是鼻子煩惱 那麼這個金 第一金相的這個金 就是金子子的負傷 那麼這個文是說 金鼻子負心的如蠟燒 就是如蠟燒衣 發心的 受到無邊故意 所忘別 所以今天這 比較重生對財神 是輪迴中 那麼這個譬如說 蠟燒衣 用這個金子把它包掉 所以變成不太用金 所以這個 蠟燒衣 裡面說八衣金相 載五 這就叫做蠟燒衣 比如說 一隻蠟燒衣 金子被蠟燒衣 蓋著 聽到那個蠟燒衣 人家都不知道說 現在裡面有一個金子 現在在中生倫何生死中 不知道我們人家有一個 最蘇生的如蠟燒衣 在那裡 那麼來喔 一隻蠟燒衣 叫做蠟燒衣 蠟燒衣 蠟燒衣 這個蠟燒衣 這個蠟燒衣 蠟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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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在裡面 有一個 很高貴的 這個 這個 蠟燒衣 就是 他裡面 外胎 那個外胎 那個孩子 還沒有進去 那麼這個蠟燒衣 什麼呢 應該像這個祖宏母嬰媽媽 差不多律師這樣 祖宏母嬰媽媽也是賓露 但是她不知道她那個小孩擺著做風蝶 現在這句話是意思這樣 但是在裡面賓露 就說一個眾生無名的煩惱中 有自來清醒的發生 那麼這個賓露懷貴人之胎 她自己本身不知道 所以這個賓露懷貴一句話說 比如孤獨露心懷專輪王 像是一個孤寇靈頂的賓露 不知道說她拿來 有這個專輪性王在裡面 要等頭讓她出生這樣 這個貴胎就是指我們人的入內中 賓露就是指煩惱 煩惱蒙露入內中這樣 那麼地獎 它叫做焦露 煮上煮 什麼叫做焦露 除了你們知道嗎 煩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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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上煩刷 那個叫焦露 因為那個煩刷裡面 那個叫焦露 那麼這個焦露 這個焦露就說鼻子煩惱 那麼煮金相 因為那個 所煮的這個金相 就是指煮入內中 焦露是垃圾 這樣不好看 煩刷鏡裡面 你看看 那些那個 那些人 因為那個煩露 裡面一定要 焦煙 焦露 所以煮 煮煩露的工人 差不多都幾面 黑色色 那個煩露裡面 差不多兩塊 都吸不進去 都有黑煙燉 但是已經關下去了 關下去了 裡面還沒聽到 他們都 經常有規模 經常有規模 應該大家知道 那個煮過後 沒水規模 差不多 大多數 冷氣比較有規模 但是還沒規模進行 那個煩刷鏡 一四個都 有夠 蠟蟲蟲蟲蟲 但是不知道 那個煮露裡面 有它的金相亡 那個價錢 它有金相對 有金相對 所以 甚至添 ashamed 只有看到那個抒露 羅房 所以這個是誰呢 就是說 人那個煩惱中 有那些真爭的乳 所以 所以這個 佈生的論 這裡辯 publishers 例如人 用真心 鋒 處有 二母中 因為我們人在用真正的金子 灌到土墨裡面的靈感意思 就是土墨裡面包裝到真金的負傷 這個意思是一個水平這樣 所以我們有客人知道 兩種如來種是出在大乘機關的法文 三種如來種是出在王國經裡面的註書 五種如來種是出在法嚴經 那麼九種如來種是出在保性論 那麼有什麼要把我們拿出這個語言 因為醫生裡面說的 性溫經裡面 所水平的如來種是空地 跟探討說的 才把種合起來比較容易了解 但是現在要跟主義說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如來種是通性無性法 就是我們眾生本來鼓勵的主人 我們本來鼓勵的主人 就是說 本主鼓勵三明樹敵的本來民望 那些是不生不變 如來種就是指這個 那麼這個如來種指這個 今天如果眾生可以 真人真正如是如來種現路 這樣叫做改團 叫做別 但是如來種如果是愛不現路 那麼這個叫做煩惱 不明 那麼這個叫做別 叫做培佛的本 所以是三種的煩惱 夾色所培佛 那麼今天眾生 第一一定要認識 自己本來有一個如來種 要做這種 那個如來種就是我們人的主人 那麼這個 你若是可以開五 去替會如來種 去角定如來種 這樣叫做解脫 那如果是沒有角定呢 不會解脫 但是角定兼解脫 這是一體 不過為有復高的特色 這個叫做宗教 就是課我們 課眾生人體中的意義 這個等一下會比較給我們說明 讓我們了解說道德佛團 和其他信用有同 不同在這裏 這樣你就得了解 好 明日正好 好